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跟大家吃一些馬場花生 在這順帶一提,小弟上不到Facebook 所以各位師兄有些什麼在我專業賽馬貼士王留言呢 小弟都看不到的,回不到的 直接是自己Facebook上去看新聞都看不到 KIM LOHING麻煩你幫我攪著網頁先 另外就看看我們找什麼方法再聯絡 如果這幾天真的上不到,再上不到的話 就沒辦法了 不是小弟沒有禮貌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馬場花生 羅富泉,上屆歡樂之江贏了香港杯 這屆本地一級的練馬師 都是大賽練馬師 除了派出歡樂之江 看看可不可以連接之外 同場還有達龍驅和天滿意這兩隻馬 全場有八隻馬參加 羅富泉已經佔了三隻 機會率就是百分三 有望可以拿到這個賽事 究竟哪一隻有機會呢 真的要聽羅富泉怎麼說 很多馬迷都有個疑問 歡樂之江上季在蘇兆輝跨下贏 金箭也是由他去拆騎的 為什麼去到國際賽呢 為什麼會換了潘頓呢 聽羅富泉怎麼解釋 看看有沒有啟示 羅富泉受訪的時候 就說 歡樂之江上次在辰兵輝跨下跑二千米 大敗而回 你有沒有搞錯啊 輸了二二個半馬位回來 然後騎者回來 就向羅富泉 陸爺解話 他就說馬失去平衡 後不想跑 這樣說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問題所在 羅富泉的意思 蘇兆輝有沒有搞錯啊 輸20幾個馬位 我這馬操好了給你騎 輸完二十幾個馬位回來 還說不知自己搞什麼 就不斷說平衡有問題 小弟都說過 神邊輝今季回來 好像有點不太同了 希望是我看錯啦 那我呢 旗後再問蘇兆輝呢 是不是繼續為歡樂之江操刀呢 蘇兆輝呢 沒有回答我 喂 現在我陸爺問你 你騎不騎我的愛區 你現在不給我回答我 不回答我 你想怎樣 他想呢 等下是不是有其他坐騎 這樣的意思 就是呢 就 看一下會不會還有其他馬騎 沒有的先騎 才進一步和陸爺落實 這樣的意思 那陸爺就說了 就是羅富泉自己說 我呢 就不會在這裡 只等你蘇兆輝的 就立即打電話給潘頓 就把潘頓跑歡樂之江 蘇兆輝你逛街啦 那我不想歡樂之江呢 和哥呢 就在這裡鬥笑 因為呢 如果馬克羅斯快放呢 歡樂之江呢 就有機會跟他的 就以防兩敗俱傷 大家都記得 真的試過兩敗俱傷的啦 那昨天告東尼呢 就打開口牌 如果你在我內邊 就是馬克羅斯 如果歡樂之江 抽了在我的檔位裏面呢 我一定跟你鬥搶的 死就死啦 即是以告仔就是這樣說的 那今天羅富泉就不是這樣說了 他說 如果呢 馬克羅斯呢 在前面快放呢 唉 今次我留一留去啦 懶事兩敗俱傷 那大家看看 會不會想到 局勢會有什麼發展 如果他們兩個這樣說 那至於上季 打給民主天滿意呢 那今季呢 第一戰跟得太近啦 就表現欠佳 他喜歡怎麼說都好啦 那小弟上次呢 就說不用理他的 總之上次輸了 上次再買回去就 有機會的啦 那真是好幸運喔 小弟又 好幸運 那就跑回來了啦 那前一次跑法呢 羅富泉就 不滿意 小弟都拍了一條片的啦 我不滿意那個跑法啊 這樣說的 那上次添滿意呢 終於配上他的 暴民最佳拍檔啦 那這次呢 就剛剛輸了 比時時精彩的啦 那今次呢 又是一齊啦 他羅富泉就說 已經回復了應有的水準 這隻馬的進度 拼後之後進度良好 相信羅富泉 羅富泉相信 暴民呢 會再有出色的演繹這樣說 那今天這隻歡樂之光呢 如果聽他們這樣說呢 就變成了一隻歡樂之光 可能會帶頭 那隻馬克羅斯可能會帶頭 歡樂之光可能稍微扭一扭 那看一下他們兩個 這兩兄弟怎樣 在前面搞一些捕捉呢 他們兩個的捕捉呢 根本就是對這場賽事的勝負關鍵 馬的實力當然有因素啦 但是他們兩個的捕捉呢 亦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一環 所以各位真的要想想 他們當時的擺位會是怎樣啦 那講開又講啦 姚本輝今季啊 當然是厲害啦 可能這五年裏面 他再拿多三年呢 在連馬斯頭五名裏面的話 就可以逐排多五年了 那會不會發奮圖強 為他兒子來著想一下呢 那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他有沒有這方面的心態呢 那連馬斯今季厲害 21場頭馬 就現在在No.1 那雖然呢 他在國際賽那裏 只有龍船鼓響一隻馬呢 就跑香港一利錦標 但是其餘的場次呢 他都有派馬上陣的喔 那看看會不會再有攻勢啦 那姚本輝呢 就正選馬呢 都有最後被戰的啊 那全部都有做最後的操練的 那姚本輝呢 看來呢 就很冷很冷的時候呢 都在馬房口很嚴肅地去 篤篤每一隻戰馬的神操喔 接著再聽下 助手呢 操完一隻馬的時候的狀況回報這樣喔 那除了龍船鼓響之外呢 看來他很重視尾場那隻幼兒志豪啦 還有三場那隻鷹之星 這兩隻剛剛都是新勝的馬來的 還有再加上那隻陸上飛池呢 這三隻呢 都是剛剛新勝的馬啦 那還有第六場呢 有隻三班千四的美英楊飛啦 上次呢 就很奇怪這隻馬 就跟很多馬都是一個情況啦 就是以為留後跑得好 反而跟錢回來就沒什麼的 看下今次呢 會不會又留後 又會爆發一段強環後勁給大家看一下啦 明天呢 都相信都是擂台等啦 何摘瑤啊 這隻跳出香港 那聽下 何摘瑤呢 跟這隻跳出香港的花邊新聞啦 馬長花生啦 何摘瑤呢 在近季呢 在他的拆騎事業 當然是越來越堅韜韜啦 那上季呢 除了打破了自己單季的頭馬紀錄啦 今季呢 更加是代表 參加那個國際騎士錦標賽啦 並憑龍骨飛羊呢 就已經是贏了馬啦 那啊 今天呢 何摘瑤呢 在早餐會 在早餐吃完早餐的時候呢 就跟別人訪問啦 就笑笑口這樣說呢 周三第八長期啊 廟那隻龍骨飛羊啊 在埋滿一腳啊 是贏了師傅那隻聲韻明雀 令到師傅呢 拉不到頭馬喔 唉不要說啦 那場馬大家都看到 落到啡格燈 師徒Q回來的 其實有沒有哪隻贏了 有沒有所謂呢 各位自己師兄分析一下 那再說一下啦 他因第八長二千米的香港杯 就拆其阿芳那隻跳出香港上陣 他表示呢 希望今次呢 可以為師傅帶來頭馬這樣說喔 那大家都聽聽他怎麼說跳出香港了喔 他又說啦 跳出香港呢 今季啊 在10月20日勝出了 1600米二級賽的沙田錦標 上一次啊 跳呈400米 在國續二級賽賽馬會錦標 短時間之內 大幅真情 對這馬來講 是有一定難度的 所以最後的馬呢 只是跑過第四名的 他說跳出香港呢 的終極目標就是香港杯 上一場的表現呢 未如理想呢 大家不要那麼戒懷啦 是不是呀 他叫大家不要那麼戒懷 那買了那些呢 當然要戒懷的啦 那主要目的呢 只是為了熱身啊 還有開氣這樣說 那啊 開氣 買了那些 真的開開氣 真的 因為講粗口嘛 想不開氣 那這隻馬呢 現在狀態都很佳 希望明天呢 會有好表現 希望他可以為港爭光 那跑馬呢 當然有贏 就有輸的 難道一隻馬 長長都贏嗎 是不是這麼說 那所以都是 心底上 小弟都是支持這隻 跳出香港的 那啊 因為他比較熱一點啦 但是都香港人 加油啦 那另外 何摘堯 在四場香港平 和五場的短途錦標呢 都騎好好馬 和美麗滿載 好好馬呢 就是一隻紅馬來的 今次呢 就搓戴眼罩喔 看看會不會有穩定的表現呢 特別是提升出閘之後的集中力 雖然呢 實力這隻好好馬呢 就真的未夠 未必夠在國際一級賽贏的 那啊 都是說會全力以赴 爭取最佳名次啦 那至於美麗滿載上次啦 因為十四檔呢 而需要留後跑啦 但是都追得幾勁喔 那這次周到五檔啦 那看一下早段呢 會不會拿到一個有利的位置 或者可能會闖進來啦 小弟呢 就比較 就覺得那隻美麗滿載 如果懶馬的話呢 可以 看一看他喔 因為他真的跑法都幾激動 上次因為外了十四檔呢 他都跑得不差喔 那看一下這一次的對手是怎樣啦 講開又講啦 呂健威啊 雖然呢 就沒有馬跑明天的國際賽啦 但是其他場次呢 他長差都有很多側身馬可以派出來 其中跑這隻幸福笑容啦 已經跨季拿了三個win 這次呢 就面對著同場 有隻幸福的掌聲呢 一對同場啦 那看一下是不是各自為戰啦 那呂健威授訪的時候就說 他說幸福笑容呢 一早就已經決定是報跑這一場的啦 馬主呢 就不希望兩隻馬呢 就同膝粗歌 這句成語呢 都很久沒用啦 同膝粗歌 操字我就會 那奈何呢 沈雜誠那隻幸福掌聲呢 又沒有其他合適的路程 所以呢 都要迫著一起跑啦 那他又說呢 幸福笑容呢 自從糾正了一些小問題之後呢 表現一直都出色 呂健威自己說的 他說今季呢 亦都是不斷進步啊 兩戰勝利呢 都皆相當輕鬆啊 不過當然啦 亦都要有步速和走位配合才可以的 才可以拿到這樣的效果啦 他說今場呢 又是排外檔啊 希望啊 田泰安呢 發揮上呢 可以保持到水準啦 他說四歲馬系列呢 就是幸福笑容的必然選項啊 那啊 都自視幾高啊 他說四歲馬系列呢 是幸福笑容的必然選項啊 期望今場有好成績之後 向大賽進軍這樣講的 那這隻馬呢 馬主鬥志是好的 真的好的 但是今次呢 是我見這隻馬以來呢 是第一次呢 就有同主一齊出同場啊 那啊 會不會有不同啊 真的不知道的啦 但是這隻馬實力就是有的 那就看一下他明天的表現又是怎樣啦 至於投不投注都是老鳳那句呢 師兄自己決定啦